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无量寿经》 我们先先文解译 我们读经文 阿兰 彼佛国土 诸往生者 举足如是清净设身 诸妙因生神通功德 所处宫殿 依附饮食 忠妙花香 庄严之聚 由第六天自然之物 若遇时时世宝泊气 自然在前 金 银 流离 车渠 玛瑙 山湖 琥珀 明月 珍珠 如是珠波随意而至 百味饮食 自然盈满 虽有此时时无时者 但见奢闻香 亦以为时 自然饱足 身心柔软 无所谓作 事也化去 时至复现 另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佛 菩萨 圣文 圆诀 天人还有天人清净诗身 诸妙因生神通功德都有神通 听到所有的音乐都是发出令人念佛 念法 念声 都是佛法正念的声音 神通功德 所出的宫殿 一时饮食 众庙 花香 庄严之聚 就好像是第六天天然之物 第六天是什么天 我们说我们住在三千大千世界 是三界 所以我们说众生是经过三界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就有住在三界之类 六道是那六道呢 恶三道 善三道 恶地狱 恶鬼出生 凡夫有情众生死了以后 根据他这个业力 善能恶的 投到他所因果代引他去投的地方 也不是神决定的 也不是佛决定的 也不是菩萨决定的 是他自己的业障 业力决定的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 我们生命的主宰者 不是神 也不是佛 我们投到哪里去呢 三恶道 地狱 恶鬼出生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业力 投到这个地方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英国报应经》 你们有什么业力大概都投到哪个地方 三恶道 还有三善道 天 人 阿斯罗 这比较善的 那么第六道里面在哪里发生呢 就是在三界里面 我们说一个小生世界 但在我们凡夫来讲就是一个宇宙 我们打一个P 就是宇宙 宇宙我们就有三界 欲界 世界 无世界 欲界 カマダトゥ 范文就是カマダトゥ 世界 世界是什么 Rupaダトゥ Nama Rupa Rupaダトゥ 无世界 阿 Rupaダトゥ 三界 在欲界里面也有天人的 我们不是天人 我们地居的我们是普通的凡夫 也有天人是凡夫 但是天人他们享受 他们善的力量强 我们前生前世 如果是我们在人间投身为人 那么我们的隐业一定是… 大家记得隐业跟满业是不同的 隐业是我们的工业 因为我们前生所做的事情 驱使我们这一生做人 人也要富贵的人、贫穷的人、健康的人、疾病很多的人 做什么人也是我们满业所决定的 隐业是共同的业力成为我们的人 还有天人 在欲界也有天人的 欲界有六欲天 当然我们说在世界里面还有十八天 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三三三九、四禅九天 十八天 他们也算是天人、也算是天 他们是居在空的、不是居地的世界、天 在欲界天里面有哪几天呢 第一成天是四天、黄天、二成、刀利天、三成、耶摩天、四成、兜衰天、五、花落天、六、他、化、自在天 一天比一天的享受、一天比一天的福报都高的 以天来讲 四天、亡天比较是最低的一层 他化其在天是最高的一层 在西方极道世界 根据我们这里的文的意思就是 在那个天的天人 他们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的 所以我们说万事如意 在六一天里面 第六天他们天人就是万事如意 他喜欢有什么东西 马上就变现出来 都满他的愿的 有自然之物 如果是他们在六一天里面 那么六一天的天人 他们想吃东西 马上东西就现出来 在西方极道世界也是这样 他要吃东西 马上食物就现出来了 还有他们吃的时候用波吃的 吃饱的波 还有自然就有金的、银的、流离的、车渠的、 毛老的、珊瑚的、琥珀的、琥珀的 随意而知 随他的意念来 他喜欢什么味道的 百味饮食、自然隐瞒 虽有此时 虽然他们是吃东西 有接累的吃的东西 如果是他们那个意念想 我在银间里面有米饭 我要吃米饭 他的米饭是最好的米饭 他要吃的 好像今天我们吃凉瓜 他们就呈现出来凉瓜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买、要炒、要配料 炒的都是很辛苦的 慢慢一点一点的煮出来 他们不用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那么他们看到这个吃的东西 见舌闻香 他见到他这个吃的东西 也闻到他的香味 因为他意念是希望有这个香味 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吃 意以为食 他们意念食 那么一看一闻 自然就饱足了 饱足以后 他得到他的营养 身心的柔软 不会那个天人 他们七方九朵世界的天人 不会执着他的味道 我们不是苦瓜、凉瓜的味很好 那个味道很好 他们不会执着味道 吃完以后马上就化去 我们吃完以后还怎么样 还要洗 还要把东西洗 还要用干净 还有一点更糟糕 吃完以后还要怎么样 还要拉出来 很麻烦 天上的天人没有这回事 七方九朵世界没有这回事 吃完以后这个事情就化掉了 要吃的时候再呈现出来 这样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我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面 乃至很多佛经、乃至《小本阿弥陀经》 乃至《观无量寿经》 他这个蝙蝠很多都是贡献在描写、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他的义报的庄严、正报的庄严 佛菩萨等等、天人等等、往生的这个地方的众生等等 他们的正报非常庄严 他这个义报、山河大地、亭台楼阁、吃的东西、波都是非常庄严的 为什么有很多人反驳你 你要注意的 你常常有这个意念 为什么花那么多文集去描写 是有其意义的 为什么佛讲经、凡事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讲出来很多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报庄严、正报庄严 都讲很多很多 你要修为的 我们文所修会 我们知道了 还有诗所修会 还有修为他的道理 为什么这样 还有修所常会 修所常会怎么修 如果是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庄严、正报庄严、一报庄严 那么我们从文集里面闻到了 我们修为他的意思 实为完了他的意思 还有修 修所常会 怎么修 我们要修 五念门里面、往生论里面 所告诉我们要修的 说什么 观察门 你有没有观察门 所以我告诉你都是息息相关的 往生论跟这个论都是息息相关的 没有一个文字是白花的 不要说你讲那么多庄严干嘛呢 我们这里不是节俭吗 我们节俭是人类的美德吗 你看我们王帝都是大家的希望 是简简单单的生活 为什么让生活那么浅华、庄严呢 对不起 你还是不懂 你好好的 要修为修为 好 我们继续的 这一点我有机会重复的再讲 因为有关我们的观察门 有关我们修的时候 怎么修观察门 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报、正报的庄严 你怎么去观察 如果是希泽牟尼佛说 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我不告诉你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西面 你需要观察吗 你可以观察吗 你观什么 我不告诉你 你从来没有去过香港的 我告诉你 有一个香港的 你可以观察吗 你根本不可以观察 为什么 你修行是要什么的 你修行的开始还很重要 到了七地你才不需要 七地的菩萨才不需要 就是你有一个修行的所缘境 对不对 鼻鼻声出来的时候 昨天我讲十二因缘 它的所缘境是什么 呼吸 the breath 我们修行 安波手艺也是这个所缘境 到时也是这个所缘境 你一个安波手艺体已经够你转凡成圣了 你不要找什么观 什么禅 观这个 观那个 观一千个观 那不需要 好 那么我们继续下文解义 Next 比佛国土清静安稳 微妙快乐 赐予无为灵魂之道 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 神通动达 贤同一类 行无异状 但因顺于方 固有天人之名 言貌端正 超视稀有 荣色微妙 非天非人 接受自然 虚无其身 无极其体 我们的小文解义 在西方极乐世界非常清静 它这个清静 清静到哪里呢 那个清静是 它这个清静不是没有声音的而已 它令到你安乐 令到你好像是安住一个怎么样 没有烦恼的世界 心里面心境是非常 好像是脱离一切禅负 脱离一切陡残烦恼 业障什么都脱离 微妙快乐 其语无为 灵魂之道 灵魂之道是什么 就是涅槃 涅瓦 这个是翻译 翻阴 不翻译 你知道我们从中国汉文的佛学 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吗 翻译的时候 当时他们翻译师的专家 翻译的法师们 他们有翻译的规矩 有翻因不翻字 翻字不翻因 字因驱翻 在这里是翻不翻它的意思 翻它的因 有时你在另外一个经里面可能翻到的意义 怎么说呢 灭度 也说是灭度 也说是涅槃 涅槃 他们翻这个意思 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涅槃之道呢 我先解释 我待会还讲一讲 什么是涅槃之道 现在我想讲 在西方九道西界 我们先相闻解义 到这个地方 微妙 安乐 清净 安稳 就是不可思议 只是没有Nirvana那么清净 没有Nirvana那么微妙 没有Nirvana那么快乐 要不然每一个人都已经到了涅槃的境界 还没有到涅槃的境界 仅次于这个境界 没有到这个意思 如果是到了还修什么 已经是Nirvana了吗 所有的圣文 菩萨 天人们 他们的智慧都非常高 当然他们的修行 好像修行人有五十二个接会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相 十地等等 十顺 十顺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国妙国 五十二个接会 认为他们有修行上程度的分别 为什么有程度的分别 大家的文 诗 修都不同吗 所以有程度上的分别吗 地上的菩萨从欢喜地 初地 到七地 八地 九地 到八地 任运可以不需要所缘境 任运而修的 到这个境界已经不需要所缘境 程度就高了 就非常高了 他们的机会非常高 神通动达 贤同一类 行无异状 但因顺于方 乎有天人之名 是什么意思 在西方极乐世界有菩萨 僧文 天人 为什么我们这样想 天人 我们常常讲 天人是六欲天 还有世界天 无世界天 难道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的名字也是天人 他们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 是不是跟六欲天的天人差不多样 要貌差不多 如果差不多就有点矛盾 有一点contradiction 为什么 六欲天的天人寿命很长很长 千千万万年计算 但是也不是无量寿的 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是天人 是不是他们也有量寿 为什么他们用同一个名字 为什么他们描出来的状态 相貌 也好像是天人 也好像是转能圣皇一样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三十二相 转能圣皇也有三十二相 是不是转能圣皇 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 那都是有点不同的 不过因顺于方是什么意思 因为随顺在梭博世界的众生 他们的想象力 天人就是很庄严的 也是用天人这个名字 因为随顺在梭博世界的 他们修行人所想象到的天人的名字 所想象到的天人的容貌 所以固有天人之名 就是有一点不同的 颜貌端正 超事稀有 容生微妙 非天非人 也不可以说他们是天人 但是因顺于方 所以也说他们是天人 不是说他们就是天人 接受自然虚无之身 无己之体 他们这个身体是怎么样 是化生的 莲花化生的 当你很相信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一朵莲花已经开始 有你的名字 标的名字在西方极乐世界 孩子还没有开 只是有一个花 有一个名 将来花一开的时候 你是莲花化生 你是画出来的 所以不是父母生出来 不是血肉所成的 是虚无之身 是没有的 画出来 从没有到有的时候 虚无没有的 无己之体 那么无己之体是什么 无己这个事是皆用 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中国哲理道德经》里面 他们说无己 无己是什么 我们《道德经》不是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吗 无 明天地之始 有 有 明天地之母 天地就是从无 从无开始 无就是还没有开始的状态 就是有无量的 无宗 无始 无终的 无始 无自 清净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原来没有生以前的状态 无止 其是画出来 从非常清净 没有的 画出来的无始 无终 无始终无类外 无始终无类外 强立明后发戒 强烈明后法戒 后无止也行 你说是无止也行 即是皆用的 道和道 非常道 无止是虚无缥缈 道了事物没有的本体 也是说空的本体 就是无稽之体 我们还有最多是十分钟的时间 也解释解释 什么是灵活人之道 What is Nirvana? 为什么仅次于涅槃 什么是涅槃? 本来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涅槃 不过我们讲得多一点 还是用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讲一讲 什么是微妙、安乐、清净、无比、不可思议的境界 正问了涅槃的佛菩萨生活 我们用现代的言语讲 什么是涅槃?正问涅槃以后是什么一回事? 正中涅槃是怎样的? 正中涅槃的境界是怎样的? 什么涅槃都有境界? 有境界就不是涅槃 但是不讲境界又不知涅槃 在不可讲之中也都讲得出来 在不可讲之中也要讲什么是涅槃 涅槃是怎么可以讲的? 不生不灭 但也需要拿一个境界出来比较比较的吗? 第一 我们说涅槃有涅槃的四种德相 涅槃是德 第一 常德 涅槃是永远不变的觉悟 如果是涅槃 你到了涅槃安稳、微妙、快乐、安稳、清净 不可思议的、安乐的境界 是不是 凡夫常常这样讲 是不是永远的、拥有的 永恒不变的 我们大概也可以说是吧 其实哪有这个永恒 永远不变 变的是像 你拿像来讲不变与变 在不可以勉强给你解释的时候 也说好了 再说不变吧 永远是这样的 是一个永远不变快乐的境界 这是常 哪有一件事是常的 涅槃就是常 我们打一个批语 在不可讲里面 也要拿出来讲一讲 这是常的 好像我们以前讲的太多了 If I have to give examples 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 我记得我到读完中学的时候 Farm 5 我就不读了 Farm 6 and Form 7 是自修的 我没有读书的 到了Farm 5 我就去government做事了 那个时候在government department 现在已经没有了 只要你听也不知道 也不讲他的名字 在那个座的时候 我运气很好 他派我帮一个liaison officer 我们同住 同在一个房间里面工作 哪有一个curricle 一个clerk or clock in the British accent we see a clock but in here we see a clerk 一个多文书的人 我就坐着在旁边 他是中文大学毕业的 他就问我 你中学不毕业 你打算是不在家里 政府做事一直做下去 我说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读Farm 6 我们没有Farm 7的 Upper 6, Lower 6 我自己自修 他们说我读不读大学 当然读好了 他天天告诉我大学是怎么好的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中文大学 我们的campus里面很漂亮 还有在大学里面 我们认识很多女孩子的 有很多女孩子很聪明的 很美丽的 我们就想读大学那么好的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告诉我 读大学里面 你得到很多经验 你不读大学你得不到的经验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说我拼命的要读大学 因为我希望这个经验 我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就告诉我 天天告诉我读大学的好处 所以他就影响我了 他天天把这个经验告诉我 就现在好像是西藏牟尼佛天天告诉你 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好的 是这样好的 天天跟你讲 他天天跟我讲 我就去了 他说女孩子很美丽 一个十六岁 我十六岁半就出来打工了 我说不够十七岁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古古怪怪的人 我有一个同学他怎么样 聪明绝顶 为什么 他每天听到的lecture 听到讲师讲的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 他睡在他上床的 他可以把他这个lecture 所讲的每一句话背出来的 奇怪 他躺在这里 每一个professor讲的话 他一天可以念出来的在梦里面 所以一到了 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都转进来 今天我白天不用上学 晚上我tick notes 他睡觉他tick notes 一集的tick了两个小时 你看 我说那么奇怪的 是啊 很多奇怪怪怪的人 你跟他们一同学习多好 有这个境界影响我 我就要去了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要读大学 就是这样 现在西山玛尼佛就告诉你这样 西方极乐世界的也是长的 无量寿的 无量光的 乐呢 涅槃超越了一切世间的苦乐 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大乐 大快大乐 我呢 涅槃自有自在 毫无拘束 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超越了生死的涅槃 生死的轮回 我远离一切 自有自在 我很自由 我很自在 我一点拘束都没有 一点捆绑都没有 一点束缚都没有 远离一切 远离一切不好的东西 超越了生死轮回 涅槃境界沾然清净 无烦恼的污染 又根据《大义章经》 《义章传》里面说 涅槃具有三种德相 法生 般若 歇脱三者 法生是指一切的存在 本来具足的真如清净 歇脱脱离一切烦恼的束缚 般若悟到一切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 所以涅槃具有常乐我尽的细德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常乐我尽的细德 法相中讲涅槃 法相中讲涅槃 也描述得很好 即性清净涅槃 有余意涅槃 无余意涅槃 无住处涅槃 即性清净涅槃 世间万物虽然是有 课程的烦恼所复杖 但是我们的法性真如是清净不变的 不生不灭的 有无量功德 所以涅槃有即性清净的涅槃功德 涅槃 离环之道就是有即性清净 所以我们说涅槃是即性清净的涅槃 第二 有余意涅槃 觉悟的人虽然是已经断灭了三界的烦恼 更不起获造业 但是还有过去业力所遭耿的肉体的存在 成为有余意涅槃 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进了涅槃 他是有余涅槃还有身体 阿罗汉已经是阿罗汉了 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也是有余涅槃 所以在佛的时代有很多阿罗汉 他们还是有身体有余的 无余意涅槃 如果是阿罗汉 那个时候不但断出所有烦恼 而且由过去业力所遭耿的尸身身体都没有了 没有遗余下来 一切痛苦皆以断禁 称为无余意涅槃 但那个时候尚有屈身所致障的宗旨存在 无余意涅槃 无助处涅槃 那个时候屈身所致障 所致障以宗旨已经进进 真如彻底的脱离了禅妇 尽得圆满的大涅槃 因为根本的烦恼已经断尽 所以不住生死 虽然是不住生死 但是为了救度众生不住涅槃 所以顾清无助涅槃 这种无助大涅槃 就是《心经》所说的救进涅槃 就是这样 涅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 大家也应该知道的 灭度 另外一个名称是灭度 什么是灭度呢 也可以说灭度在梵门里面 也可以是什么 Neroda Nervana or Neroda 灭度是什么 灭三界的词、色、欲 生灭心 就是已经把所有的八诗、八诗 把诗转成智了 转到第六诗、意诗成为妙观叉字 转到第七诗、莫罗诗成为平等性字 转到第八阿拉耶诗、转成大远禁字 当它转成大远禁字的时候 前五诗就马上变回成所作诗了 已经转八诗成正字 没有诗的存在了 诗是变的 有诗还是要烦恼 已经把诗变成正字 正字有迈向无上正等正觉 度那度出皆内分段生死 皆外的变异生死 已经跳出三界六道轮回了 这个是灭度 也说是有余裂盘、无余裂盘 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是十二等四十五分